这是胶带摊下机的使用方法 这个把线连好 面面插 在这里蒸就会这样 然后假如说长度不够的 就可以把这个延长线增加上去 连上去 这个两头一插跟它中间接起来就可以 当电源接上的时候这个灯是会亮的 这个是主机的电源开关 这个手持部分的电源开关 这个是紧急停止开关 STOP紧急停止开关 按下去之后它这个可以自由活动的 这个是 松开之后它是锁死的 然后这里有四个按键控制按键 这两个是设定全速加减 右边两个是设定那个叫做速度的加减 全速减的最低它也不会响 然后加到最高它也不会响 加到最高是15圈 启动一次它就会赚15圈才会停 启动的时候是连续按两次就是不松手 一次一次的按它是不会动的 要连续按两次 启动一下就是说松开 它就要按照刚才设定的圈速之后才停止 然后把这个叫做圈速减的最低 一般连续材就减的最低 圈速减的最低 然后这个是速度在加减 现在加到最高它不响 剪到最低 然后这个圈速一直捏着 虽然设定的加了两次 但是一直设定的时候 一直捏着开关的时候它就一直转 松开的时候它才开始激速 激到两寸 然后最后停止 然后这边撕一下 然后试一下点缠吧 比如说加两圈 它就是四圈 最低是两圈 剪到最低就是 剪到最低就是四两圈 钻两圈 这样子就是点缠 然后这个就是 比如说还有那个就是连续材左右移动 还有花蝉 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花蝉一下 沾上去 移动快一点 是钻速慢一点 就是花蝉 花蝉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 连续材还有 连续材我们速度可以调快一点 到了移动慢一点 均匀一点 它就弹出来是很平顺的 这个位置 这样子然后 这样子就很亮的 然后我们试一下那个 其他的残养的方法 我们试一下这个绒布胶布 这绒布胶布也是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这里切断 然后把那个速度调到相相应的那个速度 然后把那个速度调到相相应的那个速度 这样子就可以了 切断的时候拿出来 拔过去这样子就切断了 然后还有这个布机胶布也是一样的 这种布机胶带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肠到这个 这个位置啊 比如说这里有个分叉 就把它拉过来 就这样子可以把它拉过来 压进去 压过去 这样子可以把它压进去 然后还有一个 清洗掉 这个是把它挂在这个上面 然后装在那个 装在那个流水线上面 这样子用的时候就把它拉开去 不用的时候就收上去 不用的时候就收上去 好 不要